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我们过往幼稚园 都很着进中国文化的推广和传承 其实中国文化包含了很多艺术的东西 当中我们有剪纸或青花池的创作 原来运动对小朋友来说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就描选了一个很开放的活动 给一些区外的家长或区内的家长 甚至跟我们的小朋友的家长 都可以认识到中国文化其中运动 都包含了很多很重要的信息 所以我们希望藉着这个活动 让我们的小朋友认识中国文化之外 亦都是重视体育运动的 当中我们除了认识中国传统的一些 艺术文化之外 都希望让我们的小朋友热爱运动 明白到运动其实每一个民族 每一个国家都很推广 希望小朋友明白 运动背后原来有一个起源 认识运动之外 也培养到他们的学习的毅力 以及一些努力的心 从幼稚园的阶段 开始有这样的运动习惯 今天玩得开不开心? 开心! 你最喜欢玩哪个游戏? 我最喜欢玩泳春 为什么? 因为我喜欢学习习 这个活动非常好 有一个很好玩的就是做香包 让大家都知道中国文化 如何做 小朋友都非常开心 同时都要参加 学校也举行了武术表演 对身体健康 给小朋友认识中国出名的武术 很多小朋友都很踊跃地参加 都非常好 希望学习多些举行这类活动 今天玩中国文化开不开心? 开心! 你最喜欢玩哪个游戏? 做饼饼 为什么? 因为很好吃 他知道有这个活动 其实都很开心 他在开始这个活动之前 其实每天都会提醒 学校有搞这个活动 还有都会说 我爱中学 我是中学人 比我感觉到 学校可能已经传达了很多 关于爱国和文化的知识 给他 对 今天的气氛很好 而且可以令他明白 多了中国的活动 和食物 就是这样 从我今天的观察 小的小朋友好奇 在做一些传统小食 或者一些运动 很着弱 高班的小朋友 大一点的小朋友 对泳春 也很想认识多些 看到小朋友 也学到一些传统的武艺 一些小玩意 他们很欣赏 和好投入去玩 continues 好 有些人 你只想看